欢迎来到三分钟买房基础教室 上个礼拜向大家说明了住宅的四种类型之后 这个礼拜就要来告诉大家各种类型住宅的优缺点 方便大家做参考咯 首先买偷天错 偷天错的优点有 一、独栋独库适合大家平居住 二、有前后院可以规划自己的花园菜园 三、评测出入方便 而买偷天错的优点有 一、通常位于郊区需要自备交通工具 二、没有管理委员会 所以管理可能会比较差一点 三、空间大 打扫的时候必须要爬上爬下比较费力一些 而再来买公寓的优点有 一、土地持续面积比较大 如果位于精华地段的话 遇到多次更新的时候会比较有利 二、公共车身少 没有需品 等价会比较低 三、土地缴交管理费 可以省下一笔知青 四、户数单纯 左领落色比较好掌握 而买公寓的缺点有 一、物理比较老旧 购买之后可能要花一笔钱进行装潢维护 而下雨天也可能会有漏手的问题 并且管线可能需要全面更新 也要注意会有外墙剥落的问题 二、需要爬楼梯 搬家、购物或是有老人家的话会比较辛苦一些 三、公共空间的修缮必须要每一次挨家挨户的收费 而且呢都必须要自己到 四、没有停车位 所以停车可能会比较不方便一些 五、屋林比较旧 贷款程序可能会受到影响 二、再来买华夏的优点有 一、华夏的屋林比公寓还要新 通常不需要花大笔的钱重新装潢 二、如果用不到大楼的公共测试 可以省下购物跟管理的支出 三、有电梯方便上下注入 四、通常设有地下停车位 停车会比较方便 而买华夏的缺点有 因为大部分的华夏管理基金可能会比大楼少 如果遇到像电梯等比较昂贵的公共测试要修缮的话 可能需要另外提了一笔车上费用 再来第二、华夏的屋林大多在15年以上 外观会比现在的新平大楼稍嫌老旧一些 接着最后买社区大楼的话 右边有 一、屋林比较新 外观比较现代化 不需要花大钱重新装潢 二、多半有健身房 游泳池 图书室等公共设施 也有电梯方便上下注入 三、有保存管理 也有警卫收发包裹 而且有公共垃圾集中区 四、设有停车位、停车方便 买大楼的缺点有 大楼的公共设施比较多 公社比高 室内空间会比较少 如果用不到大楼的公共设施的话 这一次浪费为一笔钱 二、需要缴交管理费 每个月会多上一笔支出 三、大楼的总费数比较多 各种坪数混杂 所以接户的类型差别可能比较大 容易造成管理委员 后子再难以运作的问题 接着就是大楼的费数比较多 所以每一户所分到的土地 时空面积也会相对比较少 讲到这边 其实各种住宅都有它不同的优缺点 并没有绝对的好坏 青菜、萝卜各有所好 重要的是要先弄清楚跟自己同居的成员 根据自己的需求跟喜好 来决定要买那一种房子 才是最重要的哦 感谢您收看这个礼拜的 子余三分钟买房基础教室 如果您喜欢这支影片 希望您能够按喜欢 并且分享订阅 也欢迎您在FB上搜寻 红色脂肪帮我们的FB等资团按赞 并且在LINE搜寻 加入脂肪情报分享会的LINE社群 我们下个礼拜二网站 昨天再见咯 拜拜